這一區沒有來過耶 哇 這裡有飛機喔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姐 歡迎收看頻道 今天我來到我們的Car Simulator 2 上一次呢 我們已經有解了一些部分的任務喔 那有觀眾說喔 那個要完成郊區任務的話呢 基本上是他的最後一個任務 所以應該還要很久 那我覺得今天呢 應該要來買一下車子 不然一直開這台 好像有一點膩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今天我們就來突破個1348個讚 GO 那我們先來到第一間 來看看這邊有沒有多了什麼車 這台看起來像是賓士的 哇 然後這個價格啊 我們上次在看寶石解的時候 4萬5 那個是市價 所以跟購買 又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會10倍跳漲吧 我還不曉得 因為我們還沒解完嘛 然後這邊呢 基本上這個都可以買 那我剛剛其實有把他們的引擎應該都打開 我覺得還挺帥的 每一台都有自己的這個畫面 這個我覺得就不要買好了 因為這個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快 我們可能暫時還是先以小鋼炮為主 然後就沿途邊解任務 邊去車行看看有多了什麼新的車 有觀眾是說喔 玩黑幫賺的比較多錢 剛剛也有玩了幾個 就是什麼載ATM的啊 然後偷車輪的啊 那那幾個我覺得都還蠻有趣的 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好不好 好來 這邊 啊 警察的 追擠 一萬九千八耶 這應該是撞車子的 走吧 去犯罪現場 Let's go 今天這款遊戲喔 也讓你體驗了當警察 當黑幫 還有當一般的那個賽車玩家 蠻多面的啦 不過他的那個像車子的損傷喔 就沒有像卡拉跑機那麼好了 喔 到了 這裡是犯罪現場 阻止入侵者 一台而已那還好 小偷賣照 他開皮卡的 Anti-Linja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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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喔 這一撞 有大力喔 再一個 再一下 再一下 再一下我們就阻止入侵者了 咻 Yeah 這個也蠻好賺的啊 齁 一萬九千八耶 對不對 水啦 我們先來解這個速度 來了 超速超速 一百六 有啦 新紀錄啦 不錯 這個錢都好少喔 齁 不然我覺得可以刷這個說 來看這一個是要跑什麼 這個應該是PK的對不對 冒險賽 三萬耶 對對對 沒錯 這是賽車的 他的車都差不多嘛 沒有特別好 但是以直線來說呢 我們速度算快的 慢慢再拉開差距了 從大樓下面了 從大樓下面 哇塞 撞牆了 這都 被人來超過了 哇 他們打滑 他們打滑了 呵呵呵 黏在一起了 這邊我覺得不能太快 因為這邊都是那個沙子了 太快的話反而容易滑 我們要稍微速度慢一點 求穩不求快啊 對不對 各位觀眾 第一名啦 水 三萬塊 欸又有新車了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來解一下這個 富有了欠債人 看是什麼毛病 呵呵 三萬三千六耶 欠債人被黑幫抓住了 幫助黑幫把欠債人 OK 就是去抓那個人家 欠債人 來 又來到老大的專局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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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取球棒喔 好在集團就是了 來 我們來 先下車 糟糕 不能下車耶 啊 還有卡BUG 應該是油量不夠對不對 我先去前面加個油好了 等一下再回來 你看我快沒有油了 這邊還有個金幣 吃一坡 我現在已經吃了14個了 還不錯 糟糕 我現在完全不能下車耶 怎麼辦啊 我們先登出吧 各位 我看完廣告 加油了 這樣我可以下車嗎 慘了 真的不行耶 我先隨便跑一個關卡看看 看這樣子會不會恢復正常 可以了 媽 慘了 欸 怎麼辦啊 欸 可以了耶 好了 各位可以了 因為他那個原本那個圖案不見了 夜晚駕駛 沒有人啊 這個好像也可以解鎖蠻多的對不對 試試看 那等一下我們再去解那個 老大那一個 逃再人的部分 Let's go 喔 被撞了 哎哎哎哎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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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比賽呢 都能夠跑完 基本上 說實在的 我們如果沒換車的話 也是OK啦 只說開久了會膩就是了 已經把他們甩到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一圈完成 我們居然花了兩分鐘耶 我們看這一次能不能突破紀錄 終點 好一點點 快了9秒鐘 漂亮啦 有新的車子 又有新的升級 太讚了 34000塊 我們正式突破20萬了 現在車店這邊剛好有新的 然後我們這邊也有 我們去看一下這三間 然後等一下再來把老大的那個任務解一解 這裡我看看 啊 這裡的喔 這裡的可以買嗎 野馬的嘛 對不對 野馬 欸 可以啦 17萬耶 17萬可以買啊 那隻臺多少 克爾維特多少 啊 這隻臺還不行 噢 這是到齊的嘛 對不對 16萬 好 各位 我們就直接先買野馬 然後等一下去改裝 讚讚 買 漂亮喔 立刻駕駛 各位你看看 野馬呀 我們那台就送回車庫了嘛 對不對 終於換車了 但我們剩下5萬3千多 好像不是很多齁 今天的目標呢 算是已經完成了 哈哈哈哈 就是距離郊區賽的任務呢 應該還要好一陣子 等一下來改裝一下 你看一下他內裝 內裝感覺比福斯的好看 看一下這一間 喔 好像真的多了 蠻多車的耶 來來來來 這我們上次也有來過嘛 對不對 烏魯斯 這邊的都可以買了耶 這我們之前就有了嘛 這是賓士的 賓士的 賓士的31萬喔 我覺得下一次可以買這台喔 BMW 還不行 BMW是郊區的要完成才可以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先買這台就好了 哈哈 其他的 我覺得暫時先不用看了 我們就去解老大的任務吧 哎呦 前面有設數的 看我們能不能過 噓 欸 可以耶 我們這台也是能跑到200多 還沒有改過耶 他剛剛不是叫我們拿鋁棒嗎 說不定等一下我們是可以拿鋁棒下去敲人 富有的欠債人 耶 呵呵 其實剛剛就沒問題啦 只以為有問題這樣 我們來拿這個巴打 我覺得有的遊戲用模擬器玩喔 會 會容易出現問題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來把這個巴打拿起來 哎呦 真的有耶 酷喔 幫助欠債人喔 所以我是要打他們喔 真的耶 是打的意思喔 呵呵呵 他們也不會打我們啦 我們是來救這個啦 呃啊 好 他已經坐上我們的新野馬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喔 那麼太簡單了吧 有點弱姿耶 這任務有點奇妙 我們把他送回去 這個 富有的欠債人就完成了 正戰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去改車 好不好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錢等一下就有8萬多 8萬多應該也可以改到 蠻高等級的了 欸 這一區沒有來過耶 哇 這裡有飛機喔 哇 原來這裡是個機場喔 太帥了吧 我以為是港口還是什麼 居然是機場 到了 耶 四萬塊耶 太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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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去改裝廠 改裝廠在這邊 然後我們去改一改 因為有新的套件可以改了嘛 看看這台改起來快不快 這邊好多人喔 比那個市區還多人耶 一堆人在走在旁邊 有一個金幣啦 水 15個了 我們上次買的那個車庫是 2格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買一台 那之後又要花錢再買車庫了 水啦 143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 各位我們到了 準備來改這台野馬了 9萬多塊 我們看可以改 多少 T2 T3也可以了耶 哇 T4也可以喔 好 接下來就是郊區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應該快玩玩這款遊戲了 這邊再來 哇 那這台速度應該快很多 但是錢也花很多啊 你看我們剩3萬多而已耶 快沒錢了 剩2萬多 好 T5是最高等級了 欸 不夠了 不夠錢了啦 這個不夠了 沒關係 那我們就先換其他呢 換到剩下最足夠的這樣 沒了沒錢了 剩下都買不起了 應該 應該先買Turbo這些 我剩下117 然後速度來到6.7 加速5.0 OK 試一下 聲音變得不一樣 就是這個金幣啊 有人說是要就是 跑很快然後這樣衝上去這樣子 但是以我們目前的車子應該還不行 所以我們之後再嘗試看看 來吧 我們來比一下這一關 然後用這台我們新改好的T4野馬 比比看 欸 我們換好車他們也會換車耶 所以級別上也是會變的 有人跟我開一樣的 GO 喔呦 可以啊 速度好像差不多耶 我稍微快一點點 這關我們剛剛好像比過對不對 只要跑穩就好 不要歪就好 欸 這個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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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飄了 這基本上可以啦 快要改滿了 速度還是很快 以速度來說 他應該 因為改到現在這樣子的話 他速度一定是比浮屍快 但是以穩定度來說 還是浮屍好 但是他好看 很粗獷啊 對不對 好啦 我們來到終點了 Yeah We made it 好啦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 Core Simulator 2呢 就先玩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啦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也不要忘記我們的 1348個讚 我們就下次 Core Simulator 2再見囉 咻